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加利亚书一章一到二十一节 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 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 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 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 万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 他已照样行了 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先知 撒加利亚说 我夜间观看 见一人骑着红马 站在洼地翻十六树中间 在他身后又有红马 黄马和白马 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站在翻十六树中间的人说 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些骑马的队站在翻十六中间 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 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于是 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 已经七十年 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 心里极其火热 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仍失怜悯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我举目观看 见有四脚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这是打散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 我说 他们来做什么呢 他说 这是打散犹大的脚 使人不敢抬头 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 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帝的脚 今天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卷书 因为神透过意象 让当时的祭司 也是先知撒加利亚看见 并且对他启示 撒加利亚书当时的背景是因为 当时约亚金王他的孙子 索罗巴伯奉古列王的招令 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然而因为当圣殿慢慢在盖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的 特别是撒玛利亚 有一些的害怕 有一些的战斗 以至于他们就对整个过程施压 所以工程就停摆 在停摆过后 在大刘士王的时候 又让他们再次回去来重建圣殿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圣殿已经重新建造了 但是我们看见第三节 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 他说到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虽然他们已经在重新的启动 健殿的工作 但是显然他们是没有新的 他们有那个行为 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内心的生命 没有真实的转向神 虽然工程在进行 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 这件事情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可能犯了 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错 那个错就是 也许我们已经真的 每一个礼拜 我们来到主人面前 我们参加主日聚会 我们参加小组的聚会 我们参加各等的服饰 我们也十一奉献了 我们各种的这种聚会特会 我们没有任何错过 然而我们的心 却没有在其中 我们这个叫做有心 无力 我们里头我们参与 但是我们却没有心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宝贝的应许 我们很多时候在生命当中枯干 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行事 今天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有时候也是如此 当我们把聚会当成是一个仪式化 当我们把这个聚会当成是一种所谓的仪文化 我们的祷告 我们主祷文 我们背的熟悉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的 仿佛每一次的祷告 仿佛每一次的敬拜 仿佛每一次的诗歌唱诗的时候 我们就是站在这一位大牧者的面前 我们先基本上是苦干的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跟神连结的 求神帮助我们 撒加利亚真实的问题 当时的问题是 在第四节 上帝亲世的告诉他们 不要效法你们的列主 从前的先师呼求他们 呼叫他们 万君之一 对话都指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今天很多的时候 神的儿女们 我们在教会好像一个样 回到家之后呢 又是另外一个样 因为别人看不到 恶道恶行 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 让神的灵清晰的光照 除非我们离开恶道恶行 我们是不是被一些 我们的习惯被挟制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领受 上帝的恩高 上帝的同在 是因为我们仍然有恶道恶行 除非我们转离 但愿我们有一个觉醒 让神来带领我们走 离开那个恶道恶行 撒加利亚书前前后后出现了八个异象 这是上帝亲自向撒加利亚所启示的异象 而且这八个异象都在一个晚上来彰显 所以显然这个异象是非常密集的 所以从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末了 在整卷书当中就是这八个异象 在这个夜晚就只有在这个夜晚 单一个夜晚上帝让撒加利亚看到这八个异象 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要学习 就是神乐意向他的儿女们启示他的心意 有时候神会透过他的话语会对我们说话 这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们每天来QT 我们每天透过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再次的来提醒我们 但是有时候神也会透过异梦 有时候透过异象 有时候透过一些让我们觉得 好像超越我们的理性的这些方式 能够来对我们来彰显他的一个异象 异梦 他的心意等等 而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怎么办呢 透过撒加利亚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第九节 撒加利亚因为不明白 不得晓得 他就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第十九节冷难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来到主人面前说 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神既是乐意向他儿女来显明他的一个心意 我相信神也愿意 当我们来到主人面前说 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神也会向我们来彰显他的心意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 如果我们不明白 神所彰显这些异象就毫无意义 有时候神会有他的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意向出于神的都有一个意义 都有一个意义 我们看见当撒加利亚的时代 他们即便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 重新修建圣殿 但是困难仍然存在 仿佛就在第八节讲到的 他说那个情况就是站在瓦地石榴树中间 瓦地的翻石榴树的中间 这个瓦地石榴树中间就是代表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艰困的 是非常的困难的 是非常艰辛的 如此的光景当中我们看见 上帝就让他看见了有红马有黄马有白马 走来走去 这个光景第十一节 他说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这是神的保护 感谢主 上帝愿意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处境 让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区 安息平静 这是上帝的保护 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主人面前学习这样的恩典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我们看见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讲到说 耶和华使者就说 万君子耶和华 你恼恼 恼恼耶路撒冷和犹大成义已经七十年 你不是年明到几时呢 这是一个代求 我们愿不愿意来学习代祷呢 我想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可以为许多事情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神的儿女 我们的肢体来代求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但愿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 让我们能够常常举取圣洁的双手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属灵的家 教会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让神能够继续的行走在这地 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职场 让我们的教会 全地都安息平静 有上帝的保护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